好的,最近国家统计局的领导 就是讨论过通货膨胀 基本上来讲,在四方面来讲 在各方面来讲 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在对内地的通胀趋势 目前而言,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来讲 存款准备金预的上升 跟利率的上升 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控通胀预期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加息的一个时机 有可能是在四月或是之前 甚至是今个月的月底 都有可能的 但是能否把通胀的预期调控下去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一些外围的因素需要考虑 特别是原油的价格的问题 这些都是对境外输入型的一些通胀 会做成比较大的一个打击的 所以目前而言 我觉得在紧缩政策方面来讲 这些加速进行还是无可避免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Ooh